2013年教宗方濟角到羅馬市外的少年感化院 舉行了他上任初期的一次尼莎 今年他將會重臨舊地 在聖州四尼莎中 為12名在囚人士洗腳 2018年一名犯人形容 這是一種震撼的經驗 當我到大的時候 我問身邊的同伴 但是究竟是我們自己洗腳 還是教宗來洗呢? 他說不是啊是他洗我們的腳 教宗跟著解釋 耶穌洗他門徒的腳 他也會照樣做 我依然不相信 但當他靠近我 我就開始哭起來了 我不敢相信這個是真的 教宗在任期間 多赤監獄舉行聖州四感恩制 這是他擔任布爾諾斯·阿里斯主教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的傳統 只是在疫情期間暫停了幾年